这里面就是诺哈赤出生的地方 也是皇太极多尔滚出生的地方 它就是中国最后一个山城市的建筑 赫图阿拉城 满族的发祥地 据说这个城里边呢 有一口千斤万马 以不干的水井 四百多年了 它从未干枯过 更让你们大饱眼福的是 咱们进城呢 还可以看到满族三大怪 和诺哈赤登基的金卵殿 这墙到现在也几百年了 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走 咱们现在呢 就进城去一看究竟 这个院子呢 就是还往诺哈赤的故居了 赫图阿拉城 那么赫图阿拉是满语 他以为横岗 也就是说 这座城市建在了一个横岗之上 1438年 诺尔哈赤的六世叔祖叫樊查 和五世祖叫董山 率建州所为三百一户 来到了这边居住 从此呢 这里变成了女真人的栖息之地 那么这个院落呢 分为东西两个院落 东院住的是诺哈赤的父亲 西院呢 住的是诺哈赤的爷爷 绝尚安 咱们现在呢 到里边去看看 这个茅草房里面 就是当年诺哈赤出租的地方了 咱们赶紧进来看一看啊 哇 这满满的东北的民风啊 看上去非常有意思 那么进来之后 咱们首先看看这边 有一个牛棚 还有马棚 说白了 当年他们家里边有钱 如果没钱 连牛马都是养不起的 过来之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小猪圈 哇 看上去真的是满满的 这个农村的风格啊 然后过来之后 咱们也看完了 再看这边 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的特殊了 有一个大烟囱 处在地上 那么牧子呢 还是头一次见 这是东北的民风啊 正所谓口袋房 万字炕 烟囱处在地面上 那么这个烟囱呢 在满语当中 它就称之为忽兰 忽兰呢 就是烟囱的意思 咱们再过来之后 看看这边啊 他们家的窗户 都是伏在了外边 你看 是不是 你们好多人 是不是没有见过的 这就是东北呀 非常特殊的习俗了 还有东北三大怪 听说过吗 大姑娘 叼烟袋 养活孩子 吊起来 窗户指 糊在外 这是其中之一 咱们现在到屋子里边 来看一看 有什么啊 哇 这屋也非常年代 独老 看起来 不过应该是后来盖的了 接下来之后 咱们首先在这个 正中间的屋子 他们果然是做饭的 看见了吗 这里放一个石墨 当天他们家里边 可以磨米 磨面 磨豆子 磨完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呀 进行来做饭了 烧火做饭 是大锅里边 非常有意思啊 哎 还有大坛子 你看见了吗 这坛子估计时间不短了 这边这个屋子 据说是 卢果哈 是出生的房间 哇 咱们进来看一下啊 你看 这就是东北三大怪之一了 东北讲究养活孩子 掉下来 最后就是他了 他呢 也叫幽车子 当年海王呢 就出生在这个炕土上 所以呀 都叫他龙炕 这是满满的东北风俗呀 南北大炕 也叫万字炕 也叫拐弯炕 过去家里边很穷 那么都会呢 在炕的边上整个漫帐 因为当年家里边娶媳妇 他们呢 都是和公共婆婆 睡在一个房间里边的 不方便 因此呢 在中间就放了这样一个帘子 一般呀 他们都是娘家配送的 以此来区分 长辈和晚辈之间的隐私 那么咱们低头看一下下方 在康儿这里呢 有一个像保健的东西 这个代表他们家在过去的年代呀 是朝廷做无关的 咱们现在呢 从这个茅草房呀 已经过来了 到这边会看到一个索罗干 说起这个呀 是非常有讲究的 它是干什么的呢 在过去呀 用来供养乌鸦和喜鹊的 在上面那个斗里边呢 他们当年会放上五股杂粮 和平时动物的内脏 切碎以后呢 直接放到上面 以此呀 来供养乌鸦 但是呢 还有一个习俗 在过去这个族长呢 会经常带着族人 在这个地方呀 进行三棍九扣 他们都是头朝南 每扣手一次呢 将米酒一中 散向空中 举出神灵保佑人人健康 和五股丰登 这间房子是谁的呢 努尔哈治的爷爷 绝长安 当年住的 咱们到这里边看 哇 还有个小孩 你看见了吗 这是猫洞啊 过去呀 猫是从这里边 买里走的 给猫预留的 进来之后 在这个地方呢 会看到一个造王爷 在民间呀 有这么一句话 叫上天言好事 下届保平安 那么一家之主呢 会在每年的 腊月二十三 造王爷呀 要上天骑着马 所以满足人家呢 就会让这个造王爷上天 把家里的一年的好事呢 都向一皇大帝交代了 希望上天能够保佑家里面 一顺百顺 是是顺 咱们现在到这个西屋 过来看看啊 当年西屋 可是有讲这 供奉老祖宗的 就说这个屋子火炕 来了可不能坐呀 为什么呢 这代表地位的象征 来了如果说 你不小心坐在上边 干嘛呢 表示对主人 对他们家族不尊重 还有呀 墙上呢会挂挂签 挂签呢 通常看颜色 就知道家里边 在过去是什么旗了 比如说家里边是满洲的 正皇旗 就画黄色挂签 以此来类推 在这棵神树的旁边呢 有一个衙门 叫正白旗衙门 这里呢 就是全城当中 唯一留下来的 正白旗衙门的遗址 是当年皇太吉呢 在这里办公的地方 这里面就是汉宫大衙门 1616年的正月初一 汉王诺尔哈赤呢 就是在这里登基称寒的 他在1618年 他发布了七大汉剿民西文 这就是赫图阿拉城 那口四百多年 不干河的景 这个古景就一定隐藏着 一段怎样的传奇故事呢 四百多年前 古景水流不断 是因为传说中啊 他正处在了鲁眼的位置 四百多年前 诺尔哈赤呢 正是依靠着他渡过了难关 在当地呢 我们听到了这样一段来历 那是在1577年的时候 当时诺哈赤呢 他刚满十八周岁 依据当地他们部族的习俗呢 诺哈赤必须要离开他的家乡 去独自打天下 果然呢 他经过了26年的打贫 到了44岁的那一年 诺哈赤呢 当年已经云集了十多万人 有一次呢 他决定出兵去打仗 但是仙呀 带着十万人呢 回到了城中养兵蓄锐 结果问题来了 在城里饮水呢 成了最大的问题 你说这一天 两天还是可行的 那么时间一长 这哪受得了呀 说是有这么一天呢 诺哈赤呀 就亲自带着士兵呢 去寻找水源 他正走在了荒郊野地里 突然之间呢 从草丛里面就蹦出了一只兔子 只见这只野兔呀 左蹦右跳呢 当诺哈赤呢 追到一棵大鱼树附近的时候呢 野兔居然神秘的消失了 当时诺哈赤觉得是不可思议啊 就命令士兵在原地来翻掌 结果就在一块青石板下 居然发现了一处泉眼 而诺哈赤呢 更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们顺着泉眼 挖到两丈深的时候呢 泉水便涌下了出来 这便是龙井的来历 那么当年十万人 每天呀 饮这口井呢 他都饮不干 至今的水还很旺盛 这棵鱼树呢 到现在呀 已经有四百余年的时间了 相传呢 他是诺哈赤 和他的士兵在当年修建 赫图阿拉城的时候 而栽种的 那么这棵树到现在为止呢 他需要三个人同时 才可以把他围住 实在是太刺了 那么当年 黄台吉呢 在每次出征打仗的时候呀 都会来到这棵树的面前 去焚香祷告 来祈求战事胜利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据说此树呢 那是非常的有灵性了 今天木子呢 也在这棵大树面前 送上祝福 祝福看到视频的您 都能够人丁兴旺 家宅平安 这棵树的留意 好